一先把開發輪源打開 二的話呢找到錄製聚集 不過我們錄製聚集之前 我建議是先把什麼 把那個我們剛剛的這個 做的結果把它複製一個工作表 拖拉到右邊按砍授鍵 把這個工作表名稱 改成聚集好了 也許這個是 利用聚集錄製我要做的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聚集 再來我希望呢 其實D欄到G欄這個可以不要啦 可以把它刪掉 這不需要 那我們要做錄製聚集之前 一樣先彩排一下 所以我要怎麼彩排呢 錄製之前你跟他想一下步驟 他應該還記得 一 我有點忘記了 不過建議啦 工作裡面如果重複聚集跟地方 行李可以多錄製 反正錄手的時候就 慢慢就會知道了 一油標放在這上面 二的話把它打個勾 記得喔 你不要先刪掉這個工資 不然你要重打 打勾 然後呢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我是建議是點兩下 他就完成了 那二的話就是刪除他 一樣嘛 優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確定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接下來 再來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的話 OK 一油標放在 先按下錄製 錄製聚集給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呢 什麼什麼聚集好了 也要截取 自竄好了 類似像這樣好了 截取自竄的聚集 保留原來名稱好了 跟那個VBA做區隔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了 所以你油標 記得不要先放 B2 一定要放外面 按確定 1油標放 B2 2油標放資料編輯列 3打個勾 4的話向下填滿 恭喜你完成了 4個步驟 就這樣而已 多一個步驟都不要 反正就是 這樣子 流暢了 然後最後錄 禁止 所以4個步驟 再來的話清除 清除的話 一樣 油標放外面 錄製聚集 給他一個叫什麼 清除聚集好了 清除 聚集 名稱保留好了 清除 清除 按個確定 OK 1油標放在 B2 2的話記得 我是建議不要用 拖拉選 用拖拉選的話 那個範圍會是固定的 我是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這個快速鍵還蠻重要 配合 那個錄製聚集的話是 Ctrl Shift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加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就向下 他這個意思是說 你向下有多少 他就選到哪裡 為止就對了 所以以後你這個錄完之後 他會是活的 以後會自動去抓到最下面的位置 如果你用選的 你選那個 假設你今天選到第10列 你以後資料增加 他不會跟著跑 所以錄製聚集還有一些訣竅 記得是 Ctrl Shift向下 OK 然後按Delete 清除掉了 就可以停止錄製 OK 好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只是說有些人可能來不及記沒關係 有把它錄下來回去 可以放慢工作也沒關係 或Repeat 這種東西就是耳如木朗 聽久了就會了 OK 好 再來的話我們就怎麼樣 就接下來呢 來 劇集裡面 他會增加兩個劇集 一個叫截取四串 我把它執行看一下 成功了 再按一下劇集 清除看到沒有成功 又成功了 這樣OK 但是問題 我們執行 如果在上面執行的話 其實不方便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增加兩個按鈕 還記得吧 插入裡面會有一個 按鈕 你可以點選它之後 拖拉一個適當大小 找到你要指定的那個按鈕名稱 叫截取至串 並且把名稱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按確定 就會多增加一個叫按鈕1 游標放進去 請你把這裡面的字 把它刪掉之後貼上 剛剛我複製的那些字 這樣就OK了 就有一個按鈕了 另外還有那個 清除的按鈕 我講過 我習慣是把這個按鈕複製 再貼上 為什麼 因為它會一樣大 如果你重新 自己再從這邊去 拉一個按鈕 它大小不一樣 所以很麻煩 倒不如用複製的 改的話直接 在這上面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的聚齊 叫清除聚齊 名稱一樣把它複製 重新指定 重新輸入名稱 就把這個名稱 delete掉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下這個 截取 清除 OK 所以以後的話 我是建議 你工作裡面 假如有類似的 類似這種應用的話 那你就可以多做幾次 反正以後 這種動作如果多做幾次 應該也不會忘記了 而且會越來越熟 再來的話 就學習 可能可以讓它更複雜 可以讓它做更多事情 甚至未來還可以讓它自動做什麼事情 這樣很方便 最好什麼事情 電腦一開著 時間一到 自動幫你把所有事情都做完 這不是很方便嗎 很開心的事情 感覺好像你隨時都在做事情 感覺好像你隨時都在做事情 但實際上你都沒有在做 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像我 其他地方上課的學生 常常 常常感覺我都沒有在休息 沒有在睡覺 因為它會 平常會自動收到一些東西 其實也不是因為我沒有學 因為那些程式都已經寫好了 時間到會自動 會傳給 需要收到的人 這不是很好嗎 像7-11 寫程式寫好它自動會去做那些事情 還有像YouTube影片也這樣 像老師已經睡覺了 你半夜睡不著覺 你還是可以看我的影片 我還是可以再跟你講課 讓你一定學到會 主要原因就是錄下來 反正這好處就是 隨時 這也是自動化的一環 以後盡量 可以像孫悟空一樣 72遍 那你的影響力相對的應該 也會比較大 不然的話 每一次上同樣的東西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其實 老師也會覺得厭煩 聽的人 可能會的人他會覺得很厭煩 那不會的人 也許 就一兩個 那不如就是 用那個線上補課的機制 這樣不是 至少可以彌平那個差距 會的人沒關係 我們就往前 不會的人沒關係 回去自己多練習 多聽 多練習 這樣不就很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錄製聚集的部分 先做出來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待會我們 再來看VBA 這個因為都是錄製的啦 所以其實 裡面程式 VSAIL已經幫你寫好了 那當然如果你想知道裡面寫什麼 上次上課有講 Visual Basic 點下去 它會有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呢 它就幫我錄製的東西在這裡了 OK 那基本上這個是錄製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讓這個錄製裡面的東西做一些變化 也可以修改它 另外的話呢 我是建議 如果你將來希望透過錄製聚集學習VBA的話 也可以在這上面多做一些註解 所謂的註解就是你每個動作到底在做什麼 你可以把它上面多增加一些敘述 讓你將來也可以看得懂 到底 你誰有幫你錄什麼 如果它錄下來的東西 實際上你也可以用自己寫啦 不見得一定要錄製的 你以後可以把很多 功能把它 部分錄下來 部分自己加上去 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效果 OK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錄製聚集的部分 先完成 講義應該是在第33頁 第33 第34頁 再來就是VBA 待會再看VBA部分